感觉平安 让我们每天花点时间 思想主的话语 让神的道 成我们生命的良 心理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7章 17章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章题 就是神国的确据 那副标题是 信心的作用与表现 那么其实从14章呢 一直到17章的第10节 它是一个整段 那这都是主耶稣 在同一个安息日所讲的信息 那后面呢 耶稣就继续的向耶路撒冷前进 那么按照时间来看的话 11节之前 应该还要加入 约翰福音11章 就是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 那我们看到在16章 耶稣对于文士跟法利赛人 讲了拉撒路乞丐 以及财主的比喻 那就告诉法利赛人说 如果不愿意听 那就算是有死人复活的神迹 显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是不信 所以到后来 在约翰福音就记载了 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 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果然就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看见了拉撒路复活 不但没有因此而愿意伤信耶稣 反而连拉撒路都想要一起杀害 那耶稣要前进到耶路撒冷 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9章51节定义开始 就是从耶稣他决定要去耶路撒冷 那一直到进入到耶路撒冷 前后大概六个月 那在这个期间呢 曾经转折北上到盖撒利亚菲利比 那也曾经度过约旦河 在11到17章呢 他的区域都是在东岸的 这个比利亚地区 那11节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耶稣荣耀的进城 那这是耶稣预备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复活得荣的一个关键时刻 那么17章呢 主要的内容是对门徒的教导 19节是中心节 那透过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那从这个问题就点出了主题 那再来就以撒玛利亚麻风德捷径 所说的两句话 就是你的信救了你 以及荣耀归于神 来做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连接到21节 耶稣说神的国 就在你们心里 那就表达神国的得着 是在于里面信心的长成 以及属神荣耀的丰盛 那17章我们可以把分成三段 1到10节说明真信心的表现 11到21节说明神国显现的一个状态 那22到37节就说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 所呈现的一些现象 那当然后面我们会顺着张杰跟弟兄姐妹 再来做进一步的分享 但我们今天可以留意在一件事情 那就是19节 那么法利赛人问耶稣说 神的国几时来到 那当然耶稣的回答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或在你们的中间 那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 神的国是生命里面的 是永恒当中的 那么当然我们要活进入到一个 在地如在天的状态 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对他所说的重点 是我们要活在属神的法则当中 并且让神的全能 让神的权柄运行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真理 我们是依从一个属天国度的法则 而不是依从这个世界的王 这个世界的法则 那么当我们去活在一个 属神国度的法则 我们在神的应许 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 我们按着神所喜悦的法则 按着神国的法则 我们就活出属神国度的一个状态 在我们的当中 那最好的一个操练 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的环境 那合理来说就应当是在教会当中 大家在教会里面 要能够去活出这样的状态 那确实需要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也就是我们真的都认识到 那么我们期待神的国运行 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 我们都需要去依从那个爱神 爱人 依从那个愿意与主同死 期待基督生命复活在我们里面的 这样一种生命的法则 属神的法则 当我们愿意这样去行的时刻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爱的里面 我们得着恩典 也在爱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造 在对神的顺服跟敬畏当中 我们愿意听从主的教导 听从主的话语 我们不去彼此论断 但是对于自己的生命 却能够不容许自己 继续的停留在各样的问题 跟困难当中 那当有环境新奇的时刻 所有的环境我们都能够愿意相信 这是出于神的 我们就不会把矛头指向 我们认为那些人 或是环境对我们造成的难处 而是会去思想 那么上帝你既然 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求你让我明白 那么在这些环境当中 我所需要认识 改变更新的事情是什么 那当我们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的信心就会渐渐的增长 那么我们也能够真正的经历 什么叫做 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命样式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在教会当中 更多的来操练 活出一个 这个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样式 祝大家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